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欢迎各位收看好中医好中药 认准百草一兽 百草一兽中药房同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一身轻 今天的节目是健康一身轻的特别节目 你的朋友是名医单元 今天是第二十届 世界慢性阻塞性肺病日 今年的主题是 健康呼吸无语伦比 同时也是第二十一届 世界肺癌日 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重磅的嘉宾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神北院区呼吸内科 刘洪博医生 为大家来答疑解惑 欢迎我们的刘老师 欢迎刘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夏雪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大家好 我是欣盈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抖音号 和我们随时留言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个热门视频变一变 看一看有十万多点赞的视频 说的到底对不对 慢速肺的患者平时进行呼吸功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呼气是要缩存 对隆起来像吹口哨一样 慢慢的呼气 气呢从腹部到胸部呼出来 吸气的时候我们用鼻子吸气 呼气的时间比吸气的时间要长 一般来是2比1 充分地把肺泡的空间衡空了更多的有用的氧气进来 对肺是非常有意义的 缩存呼吸法案真的能改善肺功能吗 如果说的话已经有比较严重的肺部疾病 比如说像慢阻肺啊肺癌这个它还有用吗 我们实际上吸气运动是主动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下 我们这个胸扩要抬起来 然后气流呢顺着鼻腔 然后进气道然后到下面的肺部 由于这个气体的这个压力 那么这个气体就进入到了我们的下呼吸道 这是我们吸气动作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肌肉呢 就叫隔肌 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呢 隔肌会下降 就变平了 这样的话我们的肺胀也就扩张了 气体也进入了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呼气呢 这些肋肩的肌肉啊 包括隔肌呢 就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那我们这个胸扩就自然的回落 回落的时候呢 胸腔内的压力就升高了 然后这个气体就被排除了体外 所以就是很自然的 完成这个生理的吸气和呼气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像刚才咱们看到 这个视频里面的那个缩存呼吸 你看它的吸气动作呢 也是很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 经鼻腔这样的一个吸气 但它呼气的时候呢 是要慢的呼 然后呼气的时候呢 我们嘴要嘟起来 这样的一个呼气的动作 那这样的话大家想 实际上它因为这个口腔形态的改变呢 在我们呼气这个路上 又增加了一个主力 就锻炼了我们这些肌肉的功能 就不是肌肉自然的一个放松了 对吧 大家想象一下 不是一个自然的放松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肌肉呢 就需要用力 然后把这部分气体 就外加了一个压力 把这个气体挤到肺子外面 所以反复的这样进行呢 我们就可以提高了这个肌肉的一个搜索功能 达到了一个锻炼呼吸肌肉的一个能力 那么这个呼吸肌肉能力增强了之后 它在吸气的时候能力也是增强的 呼气的时候呢 能力也是可以付出增强的 尤其像您提到的 比如慢足肺 到后期它肺功能已经减退了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能增加这个病人的肺活量 所以就起到了改善肺通气 或者说肺功能力的一个作用 那么在患者有这种活动 耐力增加这种需求的时候呢 它会觉得更好一些 其他的肺部疾病 比如肺部肿瘤 是不是一定有效 不一定能起到所有肺病 都起到的一个效果 肿瘤呀什么的 它可能并不是完全影响了 我们的呼吸功能 它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机制 所以说我们也是要因地制宜 因病制宜 感谢观看